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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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阮旗 這次我們拿著人家吃雲香港 去到哪裏 我們這次會去尖沙咀 來吃這個日式的燒肉 一張林耳 加一對筷子 吃盡港狗新界的美食 還拍片放上網 我希望把我的故事 去分享給其他人 讓他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夢想 甚至乎是聽到我的故事 希望有一點啟發 而得到一些正面的方向 早在小學的時候 他就找到屬於自己的夢想 我叫何阮旗 至少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 我現在就是香港硬地滾球運動員 因為我在中小學 讀一個特殊學校 有不同的愛活動 當中硬地滾球是其中一個項目 硬地滾球是一項 適合肢體殘疾人士參加的運動 在遠期幾個月大的時候 家人就發覺他的活動能力有些不同 例如爬就不夠力 在地上 也很容易坐著坐著 頭部就會不夠力 需要躺下 有時候 家人說回 可能玩玩具 也不夠力 去跟其他小朋友爭玩 甚至乎是因為這個病 都會影響我心肺功能 亦都有一些時間 甚至乎是每年都需要入醫院 一住就要住十幾二十天 為何是我呢 為何這個病會在我那裏才出現 身體殘障加上旁人的目光 令小時候的遠期自信心低落 很小的時候 還沒有輪椅可以坐 所以代步就用一個嬰兒車來代步 變成小時候 出街 有時候 你都已經這麼大 但是坐著嬰兒車的時候 都會引來一堆 不太良好的目光 有時候在街上 有其他的小朋友 也都會跟自己的家人問 為何這麼大的姐姐 都要坐著嬰兒車 正常情況下 我們能夠說話 呼吸 行路 站起來等 全靠運動神經元 控制我們的肌肉 位於大腦皮層的上運動神經元 會將我們想動動的指令 帶到脊髓的下運動神經元 我們就可以隨意動動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簡稱SMA 大多數因為運動神經傳活基因1 即是SMN1的突變 患者會缺乏相關的蛋白 然後不能夠控制肌肉 最後肌肉會無力 和萎縮 這種病是一種遺傳性神經疾病 父母體內都帶有這種隱性基因 他們自身是沒有患病 但就將這種基因 遺傳到患病的子女身上 雖然SMA是先天性疾病 但不是每個患者都會一出生就發病 這個病分為四大類 視乎患者的發病年齡而界定 而一型就是最嚴重的患者 第一型患者早在零至六個月就會發現病症 他們的肌張力比較弱 不懂得自己坐下 坐下時頭部會擺來擺去 不會固定一個位置 趴下時也沒有辦法抬起頭 二型患者會在六至十八個月大發病 他們多數都懂得自己坐下 但通常要遲些才學會站起來 和不懂得走路 三型患者情況就比較樂觀 通常在十八個月至成年之前才會發病 他們可以自己走路 但可能會走得比較慢 至於四型患者要在成年之後才會發病 可能要到三四十歲就會覺得走路 想下樓梯比較辛苦 但一般都不太影響日常生活 數據顯示 全球有大約五至七成患者都是屬於一型 二型的有兩成 其餘的是三型和四型 但一同二型患者因為早在小時候發病 頭頸肌肉發展都不成熟 可能連吞煙都有問題 他們可能趕夜發音都會有些影響 吞、召、召、召野那些都是肌肉 如果發現小朋友進食情況有異常 醫生可以先為他們做一個顯影劑檢查 那些食物在口腔經過口腔之後就會吞進去 你會看到食物兩箭嘴吞進去 這幅圖就很明顯看到 第一個箭嘴顯示到 其實食物的殘渣 有些少少黑色的顯影 就去了前面 前面就是棄到的位 即是說這個不是正常見到的地方 這個才是正常應該進去的地方 第二個箭嘴就是指正常應該進去的地方 明顯地顯示到這張圖 這位患者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我們說的 入錯隔 即是去了氣道那裡 除了影響吃東西 呼吸都會跟一般小朋友不同 平時正常呼吸 我們很靠我們橫甲膜的肌肉 向下 然後我們那個胸就會擴張出去 所以正常呼吸來說 就是你會看到胸肌和肚子 就向上的 一起向上的 但是有肌肉病患者 尤其是脊髓肌肉萎縮 一營 因為你的胸肛構成了 一個扶牙的關係 胸肛就會扯進去 如果長久的發展 寶寶的發展是這樣的 他的胸肛就會變了營 變成我們說的叫 那種病患者 以往醫生要做一連串檢查 包括肌電圖 但隨著醫學進步 醫家醫生透過臨床 和基因檢查就可以作出判斷 如果我們在講基電圖來說 正常的陣子刺下去的時候 肌肉會有些輕微的反應 是比較正常的 但如果是一個神經原性的病變 就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波會走出來 今天我們通常是做基因診斷 基因診斷就是因為 我們知道絕大部分的病人 他們都是因為脊髓運動 神經一的基因 他是缺失了 所以如果你驗到 他真的沒有了基因的話 他就應該是確診的 雖然現在比較容易診斷病情 但這個病仍然未有根治的方法 近年有一些新藥 可以透過患者體內 另外另一種基因製造蛋白 能夠有效減輕病情 原來在我們的身體裏 除了SMN1的基因之外 其實我們有後備基因 那個基因就是SMN2 生物製劑影響前瞬子核酸的剪接 而瞬子核酸其實是由SMN2的基因 換句話說 患者一定要有這個足夠的SMN2的基因 這樣就可以做到所謂運動神經存活蛋白 坐著輪椅走返香港 甚至世界很多角落 不用出去比賽的日子 遠期都會把握時間 去運動用品店選擇比賽用的衣服 有些腸臟 這個腸 雖然有藥物舒緩病情 但因為肌肉逐漸退化 遠期都面對過 運動員生涯入面一個重要難關 他在2011年左右 由手拋窄的BC4組別 轉到需要助理員 和管道輔助的BC3組別 當時教練叫我去轉組別 其實我真的挺不開心 甚至有些時間 我真的想 跌心水不打 想跌心水不如讀好本書 反正都要 慢慢準備公開試 考大學等等 但家人和朋友 一直鼓勵遠期不要放棄 而合作當年的助理員Jet 都一直陪在遠期身邊 慢慢建立默契 剛剛轉組別的時候 幫助學業之外 都盡量看 都鼓勵他來多一點時間 當有物理治療師 幫他看一看身體 盡量有少許的運動 令身體更加不要那麼快 去退化 雖然心裏很不想轉去其他組別 但遠期也逐漸察覺身體 有輕微變化 其實很明顯不是 但一些力度上 真的有少許分別 因為很多軟波 要撞人這些技術 我都沒有以往發揮得那麼好 遠期最後想起登上殘奧舞台這個夢想 決定用一年時間適應新的組別 經歷過巴西、東京殘奧 達成夢想之後 他反而沒有再想放棄 只是想再下一城 硬地滾球 有時是家人 我大大話話都玩了硬地滾球 都有十年多 他賠了我的成長 也都經歷過很多不開心開心的時間 自己都希望可以 世界五優賽和亞運 都希望可以有獎牌的成績 無論是商人賽還是個人賽方面 當然也希望可以 可以直接拿到巴黎、鹹澳的入場卷 再加上是希望可以為這樣 爭光獲得獎牌